自古以来,天下大势向来是分九必合,合九必分,一个朝代历经了数百年的变迁之后,必然会由胜转衰,走入深渊,引得天下的英雄豪杰纷纷粉末登场逐鹿中原,争夺这下一个数百年的统治权,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仁为敬,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伴随着战争与死亡,无数正当壮年的男子被卷入这场高位者之间的争夺战,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沦为战场上的炮灰,所以才有人感叹,可怜吴定河边谷,犹是春归梦里人。 说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有疑问,在战争中死去的底层士兵那么多,他们的尸体是如何被处置的呢?是直接被胜利者扔到战场上腐烂发臭,还是有什么系统的处置方法呢?入土为安。 在古代,战争的频繁使得大批的青壮年男性都死在了战场上,他们死后,留下的尸体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数量众多的尸体堆在一起,很快就会腐烂发臭,自生大量的细菌,然后造成异病,古代的人虽然不懂细菌,但在长久的岁月中,也势必发现了腐烂的尸体和异病之间的联系。 所以,统治者们为了不让自己治下的疆域成为瘟疫横行的死城,就会对这些尸体进行处理,其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挖个坑把他们就地掩埋,这个活其实做起来也并不复杂,因为古代的将领可不是一个一个给这些尸体挖坑,然后树上墓碑的,他们大多都是直接挖个大坑,然后把所有的尸体都扔进去,几敲黄土一埋,就大功告成,就地掩埋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大多是处理战败方士兵的尸体,才会使用。 因为古代的人都很看重死后的归宿,他们认为如果死后尸体不能回到故乡的话,他们就会沦为孤魂野鬼,永远在异国他乡飘荡,不能够投胎转世,所以如果是处理的尸体是属于战胜方西生的将士的话,将军们大多会对他们的遗体有几分尊重,努力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入土为安。 毕竟如果不把这些有功之臣的遗体安置好的话,以后还有谁敢从军?东汉时期的马园就曾经说过,如果己方的士兵死在战场上的话,那一定不能让他留在异乡的土地上,不得归家。 将军们应该用战死的战马身上的皮将他们包裹起来,安安稳稳地送回家乡安葬,既让他们能够昏归故里,也让他们的家人能有几分安慰,不得安宁,尸体无论是怎么埋进土里的,都至少算是入土为安,不会再轻易被人打扰了,但是并不是所有死去士兵的尸体都能够得到这个待遇的。 历史上有不少人把敌方士兵的尸体当成夸耀自己战功的工具,对他们进行各种改造,以彰显自己的勇武,堪称让人死了都不得安宁,这种改造的极大成者就是驻京官,京士高丘,惯士雀行,也就是说,战败方的将领会把敌军的尸体收集起来,堆成一个高高的雀行的尸山,这种尸体大多经过石灰的处理,并不会像一般的尸体一样发烂腐臭,滋生细菌,还能长久地保留下来, 因为一座尸山能给敌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所以有很多将领都把驻京官当成自己打赢圣仗的标配,后汉书《皇甫松传》中就曾记载过,《皇甫松手》或十余万人,驻京官于城南,可见京官这种东西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京官这玩意儿虽然残忍又能彰显战功,但毕竟花费的时间太大了,如果不是在太平盛世打的敌军没法回头的话,一般的将军哪里会有闲情意志, 把敌方的尸体一个一个炮制过摆好,再花费人力物力将它们弄成一座不会倒塌的高山啊,所以在乱世之中,统治者们最常用的处理尸体的方法就是放火烧,在那个时代,火烧被认为是可以让死去的人尸体不全,魂魄不散,只能滞留在人间魂飞魄散的狠毒方法,向来为人所惧怕,所以火烧虽然不能像京官那样能够给人以长久的震慑, 但也能大大的打击敌军的士气,除此之外,还有更怕麻烦的将军会直接把活人死人给一锅会了 比如战国时期秦国的武安军白起,他就曾经在长平之战中把赵国的四十万活着的士兵和死去的尸体一起扔到了大坑里,这种方式被叫做坑杀,在历史上曾屡次出现,人干 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种方法虽然很少记载在历史上,但却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在三国时期,曹操有一个手下叫成玉 众所周知,曹操这一生也是征战无数,对于战争而言,后备军资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粮食,有几年,在曹操的地盘上,因为天灾闹了饥荒 民众尚且不能自满,又何况为军队输送物资呢? 在这时,曹操下令让成玉迅速筹集军资,送到前线,但此时天下都在闹饥荒,他从哪里去获得足够的粮食? 成玉逼不得已偷偷将敌方战士的尸体制成肉干混在了物资之中 如此一来,这才补上了曹操需要的军备资源,曹操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古代使用敌方士兵的尸体,这件事其实并不少见,前秦的皇帝福登应该是开创使用敌方军队尸体的第一人 而且他使用敌方军队的尸体不仅是为了补充军备物资,还是为了振奋军心 他相信在几方将士使用了敌方的尸体之后,可以让将士们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从而让将士们在下一场战争中更加卖力 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食人这一件事其实在饥荒之年十分常见 但是像战争这种大型的食人场面多少还是会让人觉得骇人听闻,甚至感到恶心 如何打扫战场,由谁来负责呢? 如果是持久战,双方每次作战之后都会派出少量士兵进行打扫 要不然,阵地上都是尸体,还怎么继续厮杀呀? 而这些打扫战场的士兵,是不能被攻击的 这是双方约定俗成的规定,就相当于双方交战,不斩来使一样 如果是遭遇战或战争正式结束,失败的一方,逃跑都还来不及 肯定是没有心思打扫战场的 所以,战场只能由胜利的一方来打扫 而军队里也有专门负责打扫战场的士兵 打扫战场一般要做哪些事情呢? 一,检查生死 首先,士兵要检查战场上有没有几方人员还活着 发现后,要把他们立刻运到军营当中进行救治 当然了,还要仔细留意密集的丛林或者山地 这些地方都很容易隐蔽 要留意是否有敌方未死的士兵 如果碰到,直接干掉就行了 还需要留意,战场上的死尸 有没有装束和普通士兵不一样的 这有可能就是高级将领 到时候就可以向朝廷报功 领取更多的奖励 二,缴获物资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可见,粮草对于战争特别的重要 一般战争结束后 失败的一方往往只顾着逃命 顾不上粮草自重 这时候 胜利的一方就可以把这些当作战利品 拉到自己军营使用 而清点出来的公文 信函 则需要上交 因为将军可以根据这些信息 了解敌军的作战意图 做好下一步的作战安排 三国时期关渡之战开始时 曹操军营粮食短缺 曹操曾打算退兵 还好最后坚持了下来 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收获了大量的粮食资重 解决了问题 而且 曹操还在袁绍军营中 发现自己队伍中 很多人向袁绍写信 这有通敌的嫌疑 这是重要的情报 但是 聪明的曹操 把这些信件全部烧了 三 回收兵器 战争 很需要钱 古代 生产力低下 打造兵器 不仅需要钱 还很需要时间 而面对战场上被丢弃的兵器 需要把它们捡起来运回去 那么 如果兵器坏掉了还要吗 也需要的 因为这些兵器 还可以交给铁匠 重新再打造兵器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材料 才能解铁匠 而且行为 我这些信件 可以节省 就好了